还记得他吗 古拉斯他是前总统府的发言人 因为一年多前跟随护发生不伦练 被随护的老婆告 所以他中箭落马 看起来是消失在政坛上了 可是这两天他不甘寂寞吗 还是有冤屈难生呢 他接受媒体访问说 其实这一切是天大的冤屈 是这个随护在幻想的 那一些情节 于是大家都在讲 或者是政坛有人在揣测 可能古拉斯他背后有大靠山 所以他想要付出 想要求官吗 这个大靠山就是现任的总统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有清点他来总统府做事 像是评论员黄阳明就讲说 你现在真的不要了 你先不要再讲这些了 因为大家都在打言宽横打高红安 你突然跳出来自爆 大家已经淡忘了 已经忘记那些丑闻了 你还在讲 如果你想回政坛啊 死心吧 大部分的人是持这样的看法 我看赖清德总统也想跟他切割啊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可是我们看到绿营内部的 所谓茶壶里的风暴 看起来从来没有停止过 包括陈廷飞 同样来自台南的立法委员 这一次在民进党的全代会里头 扬眉吐气不但自己拿下了中常委 还有两席的这个中评委的席次 那他上位了传出来说 林家龙说 诶哟 郑国会的大阿哥说 你赶快回来重回派系啊 说是因为现在郑国会声势重挫 可是郑国会在下午的时候有发声明说 不可能啦 那乱讲的啦 决议不可能回头啦 那民进党内部当然有很多的角力 有人说是为了官位 有人说是为了利益 不过讲到2026台南市市长 这一席在民进党党内啊 这个内战方憨 有三个人 可能是潜在的 想要选的人 声量里头王定宇 本来大家可能认为 他这个出现的几率比较小 可是偏偏他在网路的声量很高呢 赢过陈廷飞 更是赢过林俊宪 所以他要靠空战突围吗 不知道未来民进党会 怎么决定这一席的参选人 现在不知道 只是大家各有擅长 各自都在这个台面下做角力 我们讲到民进党 赖清德跟蔡英文 前后任总统 前后任主席 有没有心结 谁比这胸 这一句宣传影片 大家来回忆看看 到底谁比这胸 到底是为了自己的权位 还是为了国家安全 还是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 包括郭正亮就讲了 这个影片是多么精准的预言 好凶 蔡英文只好把辣台妹的照片 全部刊登出来 什么意思 蔡前总统最近不是出了一本写真集 他是在线上 免费的让你预购登记 你有兴趣的就去登记 结果一万本据说已经在几个小时之内 全部送光光了 那我们看到这里头 一百多张写真照片 蔡英文亲自挑出来的 包括有很多的这个照片 这一张是当时川普 刚刚第一任总统上任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透过电话 跟他有一个交谈 这一张照片也入选了 只是看不到 看不到你是跟谁讲话 可是有这一张照片 可是我们看到赖清德 他曾经说过这一句话 台湾总统走入白宫政治目标就达成了 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出写真集 这个时间点挑这张照片 就是在跟赖清德互杠呢 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政府 这个国家 这个领导人告诉我们的要打炸 赖总统讲过好几次了 包括在7月13号 5月15号都讲了 打炸不利 我们来看看真的很糟糕 台湾的这个诈骗多么猖獗 你看到去年诈骗有4万件 才损88亿 6年的新高 这个曲线是这样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止 这个可能是有报案的 那要加大力度来打炸吗 我们看到包括审计部说 NCC啊 这个打炸不如预期啦 现在在互推了 现在在互推了 可是我比较在意的是 连警察都涉入诈欺诈骗 或者甚至是诈骗集团的一员 这个警察不把我们抓坏人 自己都变坏人 这个诈骗怎么可能打得完啊 我随随便便Google一下 最近的你看 北市警察爸爸帮查个资 父子同招搜查查办 这是今天的 那包括三重分局 包括有律师 勾串远警 足土地诈骗集团 你看有多少事情 跟警察都有关的 所以你这个变成最大的民怨了嘛 你看 陈欧破来 陈欧破大家还记得吗 也是在选钱才报的啊 立法委员民进党的呀 如果说你自己当官的 自己当警察的 自己当检调的 当律师的 都跟诈骗有关 这个怎么可能除得掉 来 先请教龙界先 赖清德总统跟蔡英文总统 不好啦 不好喔 那绝对不好的 我跟你说 但他们也不会相互毁灭 各位不要忘了 2019年赖清德挑战蔡英文总统的出选 不是败在民调啊 最后就是器械投降 为什么器械投降 我核弹喔 那最后当然蔡英文是落零 可是赖清德现在上位以后 他从当行政院长到 那个时候要出来挑战的时候 是谁给他底气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外面民调不好 就是论文事件 独派的这一些人给他底气 你只要站出来出的工作 我们来做他就倒了 趴了他就倒了 接着江峰了他就倒了 那所以论文呢 就大概是怎么样 好那到现在赖清德掌控国家机器 他一定看得到 包括当年升等 他可以拿得到 可是他敢对蔡英文出手吗 不敢 不会了 蔡总统算抵抗不错了 他很清楚 他懂得自保 所以我抬你大哥 他也在看给你抬 你抬这个看 你祖母会上当面 看你敢不敢又再来 所以我等一些照片出来 让你评评一下 美国啊 这个老大哥 听话 抱我 是翁来的 人对你还没信任的 你可以不要小看这个论述 这是这种意思喔 我跟你讲 美国要保护陈威文 你们谁都动不了他 你看看我们那个大使 你以为驻美代表 是那么容易去的 一定要让美国通过 我同意这一个人 结果赖清德他上位 他最要跟着 吃下去 所以林嘉隆 你开玩去勞 出力了 八百 几百 买什么 烹衣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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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昨天现在会怎么办 隔天才不到48个小时 林嘉隆 没有那么多200多万 你再不出来讲 美股不讓你換你就不能換 你在說什麼軍帳 所以你要看看 再看到台南 陳廷威回不去了 林佳龍不會再為了這個 他來打帕跟賴清德的官 我還給你回來了 他不在頭打他 是林佳龍的前途比較重要 還是你選台南市長的機會比較重要 再來你說三家都 三個人聲量 王定宇 我跟你講 王定宇已經去蘇晨了 蘇晨 我在這裡跟你講 你給我包起來 羅總統叫你不能宣布參選 你也不能宣布退選 為什麼 不能講你不選 因為他要觀察 還有一年八個多月 九個月 他們兩個林進憲跟陳廷威之間 如何 如果三個人民調變化怎麼樣 如果只有兩個人民調變化怎麼樣 王定宇吃到誰的支持度 他是在測試這個 最後才讓王定宇去做最後關鍵 選或不選 那是這樣 因為他們最後還是 這個就是會安排做民調的佈局 如果現在就宣布 我不選了我全力支持誰 這個就是安排 不做民調準備沒收出選 剛剛龍介信有講到美國人的角色 當初阿扁洗錢的資料 據說也是美國人丟的 這個很多方見是這樣講 所以阿扁後來就倒了 來 任俊修 阿扁當年的那個 當然因為他是 我如果沒聽說應該是一個洗錢 防治洗錢組織吧 他們其實在過去是有做一些調查 所以剛剛這個 龍介兄提到就是說 賴清德當年提到 就是說當台灣總統可以走入白宮 政治的目標就達成了 如果大家稍微Google一下 你可以看到 其實那個言論出來之後 事實上金融時報就針對這個報導 就有提出了另外一個看法 說美國官員是要求台灣去澄清 所謂的可以走入白宮的這個言論 當然包含到外交部 那個時候的外交部跟總統府 都有出來講說 其實沒有外界講的那種什麼疑慮 說美方也沒有表達這個立場跟態度 說什麼台美之間都互相的 了解跟認識 但是賴清德被 後來再被問到這件事 他講的是說 他還是依循這個什麼 蔡英文的路線一直往下走 所以對大家來講就是說 台灣總統能不能走入到白宮 會變成叫做政治目標 可能我們一般人對於總統的認知 可能不是只有你能不能進入到白宮 因為如果就民進黨過去的論述裡面 你還想進聯合國 就你有太多遠大的目標 可是政治目標其實不是 你有沒有走路到白宮 而是讓台灣的人可以過得更好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一般基本的想法 這個對比到水災 為什麼大家會那麼關心說 我們的官員在幹嘛 我們過去所花的預算有沒有 用到刀口上面 因為所有的政治目標 政治人物的政治目標 就是應該讓台灣的人民過得更好 就這麼簡單而已 陳丁媚這一次 因為他堅持要去參選的這件事情 你說跟政國會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有可能回得去 我也認為比較難 因為他當時的那個堅持 你如果看媒體的報導 跟我們自己的了解跟認識 事實上也是在台南市場選戰的這一次裡面 陳丁媚比較擔心的是 會不會像上次一樣初選被沒收 直接進入到徵召的角色 所以中執委的這件事情 跟後來要進入到這個所謂的中常委 中執委要進入到中常委 基本上都是為了進入到黨中央裡面 在未來整個提名機制裡面 希望能夠確定是有這個所謂初選 能不能勝選這個老實講 這個還要在另外一看 就能不能在黨內勝出 這要另外一看 但是最少希望能夠保有一個機制 所以你看他去廣播接受訪問的時候 被主持人問到說 你這個是不是為了 他講說什麼 他說基本上還是相信黨中央 會有一個公平公正的遊戲規則 但現在問題就來了 跟政國會之間為什麼堅持要去選 難道不是因為他對於政國會 目前的這個狀態 他是有疑慮的嗎 所以我剛剛講到這邊 大家還會發現到 這個叫做個人 或者是政黨的政治目標 但是難道我們現在在看待的是 執政黨的政治目標 只是為了要走入什麼地方嗎 走入民間 可能是大家比較希望看到的 好 來 輝文兄 簡直因為前幾次 我們說到陳廷飛的時候 謝龍介都沒來 我真的都來兄 剛才聽謝龍介分析之後 我就不要說 因為說台南 我怎麼說的過語 我會把台南鄉親報告 兩年後選舉就是34年了 連續34年民進黨在台南執政 夠了啦 34年 你不要開玩笑 換人做看看 做了後敗一四年就下來 是不是這樣 你看台南要三四年有進步嗎 台南市 台南官的鄉親 我們自己想看看 我說到這裡就好 前自這個 我們以前的來政部長李鴻元 他這次吟水說什麼 他說 我們治水預算是荷蘭的一杯 李鴻元問說 我們錢是開台語 要求我們開荷蘭的一杯 我們真的這麼好的 這麼良心這樣開荷蘭的一杯 不可以問一些錢花去台嗎 這次你在網路上 前自你看這個點閱率好可怕 300多萬次 200多萬次 你也分一點給我吧 因為他本來就是個大網紅 對啦 YouTuber 你看他們家這樣 他們家這樣 車子他們家這樣 他說這好像是一場夢 什麼我家門前有小盒什麼的 當這些網紅他們去抱怨的時候 馬上也是被1450攻擊 說你賺那麼多錢 然後淹水什麼的 他給他笑 你看他要花多少 損失400萬 我想說這也算賺不就 7800 甚至我最後講一個笑話 昨天在我們大白話的節目 我跟王宏威還有李明顯同台 然後我們昨天節目 也有提到高鴻安 當然觀眾朋友 你也知道我的立場 我是批評高鴻安 然後他們兩個幫高鴻安講話 沒關係 結果節目結束 就到了我們參加大白話 最開心的時候幹嘛 領錢的時候 李明顯他就在我們 在走廊那邊領錢 李明顯說 我要把車盲配 拿回辦公室當攻擊金 李明顯就這樣講 然後我聽李明顯這樣講 我就由感而發 我就說 如果高鴻安也跟你這樣走 就不會出事了 對不對 李明顯講得沒錯 我要把車盲費拿回去 當攻擊金 我就說高鴻安如果跟你一樣 就不會出事情 結果我跟你講 我講的這句話 好像按了一個按鈕一樣 結果他們兩個就在外面 破口大罵 在罵高鴻安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剛剛錄影的時候 不是在給他辯護嗎 你們兩個比較拜託 這個是攝影機沒有拍到的地方 沒有 清楚我很想把手機拿起來 錄下來說你們這兩個 你們在攝影棚內跟攝影棚外是 你這樣 他們兩個 然後我跟你明顯去尿尿 你知道跟我講什麼 他問個 我在三立有罵高鴻安 你在三立有罵高鴻安 明顯兄謝謝啦 廁所政治學現在又出來了 來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